我们常常在想买什么汽车,但是作为代步工具,停靠方便的摩托车其实也是一种好选择。 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从1万到68万,各个价位哪些好用的摩托车,其中第五个是所有爱好摩托车的人的梦想。 第一款新长江650,这款摩托车在出现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好的商机,加上自身的技术产品的包装上,使得它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。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,热血表达了长江的汹涌澎湃。 第二款嘉玲600,这款车在上市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大肆的宣传,相比较其他车,它的价格是不低的,该车在其他的方面表现得很不错,只是发动机被诟病常常有些小毛病。 第三款刚测三轮系列,这款车的出现打破了国内三轮摩托的市场,整个车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大侧面,极显张扬的个性,在当时的欢呼声还是很高的。 第四款新元400周末风,在市场上是常见的一个品牌摩托车,其400cc排量适中,刚上市的29800元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,它的风格主要是复古风,虽然说颜值很高,但是却应了那句老话,中看不中用。 另外就是进口的高端产品了,比如哈莱品牌三轮的价格约为64万元,印第安三轮已在中国销售多年,价格较高,整车设计和制造都非常好。 精益正三轮,使用先进的后差速器,驾驶体验不错。 说到三轮摩托车,如今在国内的市场上仍然可以碰到,但是在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,更多的是两轮摩托车。 对于一些摩托车的爱好者来讲,两轮摩托车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,如水鸟以及其他的一些品牌,喜欢玩车的车友们,追求的是一个速度与激情,但是也要以安全为重。